大家好,我是唐恰瑞。 这是我的第一个口头卫星事业。 今天我说一说我的留学经历。 上夏天我跟40个大学学生留学中国了。 就在这期间,我们过了北京、杭州、重庆、西安、上海和一些别的事。 我们参观一些中文工程和参观,明显估计了。 参观的时候,我们看从中国的开始到现代中国怎么样变。 我们可以跟中国人说话也经历他们的生活了。 中文化和美文化不一样。 工作的流利、家庭传统和生活方式都不一样。 所以我们可以学发展两国关系了。 别的文化怎么了解。 流利、流利、家庭传统和中国的经历比不上。 很多学生觉得去留学欧西各国。 但是,据我看,欧西各国的文化和美国的文化一样太多了。 学生没有好的留学经历,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依然。 如果一个人白白丢掉一次留学中国,就会不好。 谢谢大家。 我喜欢你一直听我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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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